啊!Hit來了!啊!來!啊!啊!來!來!哇!貓咧!哇!Hit來了!啊!哇!哇!哇! 今天我們的TalkTalk節目呢是特地啊! 為馬來西亞的女性同胞給他們一些福利 會提到的就是啊!馬來西亞十大帥哥的排行榜 大家對帥的定義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可能有寒流風帥 可能有日系少男帥 成熟穩重帥 美國浪子帥 妖艷帥 男子的談吐 禮貌 智慧 有很多各種不同方面的說法 TalkTalk排行榜呢是非常非常有公信力的 這個所有的入榜的名單呢 都是由我一個人選出來的 你看 順有公信力 好啦!現在我們從倒數十名開始 Name withTalkTalk排行榜 Yo! 這位第十名的朋友呢 非常高大非常英俊 他是我們的馬來同胞 他的名字叫做 如果大家有看過Handu Gangster 他在戲裡面的角色呢 叫做A1 為什麼我會選他第十名呢 因為在我的眼裡 如果是單單外表帥的帥哥呢 他們一般上會比較沒有才華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 每個人都有天生的本能 可是呢 往往帥帥的人 從小被媽媽稱讚 你很可愛 你很帥喔 長大去讀書 老實講 你很帥喔 女同學 你很帥喔 然後從頭被稱讚到尾的時候呢 他就不會想努力去把他的天分 他的才華呢 開發出來 講會巴瑞呢 他非常難得 為什麼我說他有才華呢 因為他除了是一個演員之外 他還是一個導演 有一部電影叫做公戲 1933年 自從有人拍電影到今天為止呢 是在馬來西亞電影票房的十強裡面 而且還拍在NASILEMA 2.0前面 所以就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一個導演 他打破了帥哥一定沒有才華的這個神話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什麼才華都沒有 今天我們的第九名呢 這個人不簡單 真的是很帥 他就是傳說中馬來西亞太空人 Chef Mustafa 這位太空人為什麼那麼有名呢 因為他是史上首位 能夠登上太空的馬來西亞人 他就是一個老子出身 可是後來呢 國家用了2000萬美元 把他送到太空去 他在太空 Buka Boise 吃Saté給全世界人看 所以呢 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勵 我們這個掌聲呢 是給馬來西亞政府 因為他們一直非常積極的 花了2000萬美元 在推動馬來西亞的美食 到外太空去 希望有一天在 月球上會有Saté的Brunch 會有Franchise 讓Eti跟Alien 也可以吃到Saté UFO飛飛飛 很累很累 對可以Buk住 然後在那邊吃 這位呢我要跟大家介紹呢 是音樂界裡面一個奇葩 叫做Dato David Aramugam 他組了一個印度人的樂隊 這個樂隊的名字呢 就叫做Elly Cats 在1979年的時候 出了一張專輯 為什麼他會在我們今天榜裡面的第八名呢 因為他在還沒有Saté馬來西亞這個口號之前呢 他已經做到了Saté馬來西亞的那個power 當時的馬來娛樂界呢 很多馬來越地紛紛成立 可是突然間來了一組 蜂蜜了全馬來西亞 變成馬來西亞的搖滾天團 相信老一輩的馬來西亞人 對他應該不陌生 因為他頭髮濃一刃 可是對年輕一輩的呢 我相信如果看過 跟Hanto Gangster的話 他就是一隻那個 講印度話 然後我跟他講的 南話 然後孩子會裸頭的那個印度人 談到這裡呢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今天的排行榜是 純屬馬來西亞的活人才會在裡面的 第七名的這個人呢 在網路上打他 會打他三個英文字母 叫LCW 他就是我們的Dato李宗偉先生 他是馬來西亞 唯一差一點可以拿到奧運金牌的 一個奧運選手 我不用講為什麼他會在榜裡面 我把他排成第七 而且甚至還會給人家罵 你覺得不夠前面 他一場羽毛球賽呢 不只是打羽毛球 他甚至把馬來西亞各族群 各種宗教的人 都團結在一起為他加油 更偉大的就是跨政黨 無論是執政黨反對黨的人 不會因為政治因素而排擠他 把他當成馬來西亞的偶像英雄 這個東西非常難得 在馬來西亞你跨什麼都有點難 可是最難的就是跨政黨 這位第六名呢 全世界華人沒有人不認識 這個人就是 劉德華呢 是世界華人的一個指標 相信我完全不用跟大家介紹 這個人是誰 大家都認識 因為很多人是聽他的歌長大 很多人也是看他的戲長大的 其中最驕傲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他在2000年的11月份呢 他容得世界十大傑出青年獎 他的帥呢 是完全不用解釋 也不用辯論 也不用討論的一種帥 可能你會很奇怪 劉德華不是明明是香港人嗎 為什麼他會在這個十大馬來西亞帥哥的排行榜裡面呢 因為 他是帥哥 馬來西亞 他是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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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第五名呢 這位呢就是我們馬來西亞反對黨的領袖 馬來西亞獨立到現在五十幾年 從來沒有政黨輪替過 他很有可能是一個政黨輪替後的首相 所以呢非常的刺激 只是反對黨的人呢非常的喜愛他 他可能外表上沒有那麼的帥 可是呢 他有一個強項 因為他無論 老少 或者男女 大家都喜歡他 他也喜歡大家 很快的我們來到的排行榜的第四名 他就是馬來西亞大家尊敬的首相大人 大家都會叫他吉哥 或是吉哥 大家一定很好奇 他身體有一點微胖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在我們的排行榜 幹掉那麼多人排了第四名呢 我告訴你 在女人眼裡 帥哥有很多種 可是有一種帥哥呢 是女孩子都會贊同的 就是 你不可以講怕老婆 你講怕老婆那一子聽起來不高興 你要講他 當那一子疼老婆的時候 整個魅力會散發出來 所以呢 當我們疼老婆的時候 當然也會有一個回報 就是你娶到了一個非常節儉持家的一個老婆 從小開始養成儲蓄的好習慣的一個老婆 所以呢 以他的地位他的權利 還有他疼老婆的程度 絕對 可以排上我們今天 馬來西亞十大帥哥排行榜裡面的第四名 話不多說今天第三名呢 就是馬來西亞的首富 亞洲唐王郭賀年先生 1923年出生 非常具有歷史性的一個年代 主要是經營米糧跟白糖的生意 他今天算一算大概八十歲 他到今天都還在奮鬥 帥哥呢 在哪一子眼裡呢 講這樣多有錢最帥啦 有錢最帥 對 他有錢最帥他就是第一有錢 可是我給他今天的排行榜 排第三 所以我的處境非常的難做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前面還有更強的人選 非常緊張 今天來到我們的第二名 這個人不要開玩笑 非常的重量級 他就是住在沙拉瓦的這位大帥哥 他的身份呢 是沙拉瓦的首席部長 在當地的華人呢 都會叫他 他是馬來西亞史上在位最長時間的 首席部長 觀樂 整個沙拉瓦的州呢 超過三十年 區區一個州長 為什麼可以幹掉首席跟首相 而排上第二位的位子呢 為什麼他帥 因為在哪一子的心中呢 有權力有錢有魅力 是最帥的 當他七八十歲 你認為他好像不可以的時候呢 突然間娶了一個 黎巴嫩級的大美女 他把那一子所需要的所有帥哥 必須具備的元素呢 基於一身 剛才我們提到的馬來西亞首富 郭賀年呢 他的身家呢 大概有五百億馬幣 可是呢 這位12號州長呢 聽說 聽說啊 在瑞士維權組織 Runo Maserfan 在2012年9月19號的時候 發布了一則報告 這位白毛哥呢 他個人的財富 估計呢 有四百五十九億令吉 然後他整個家族呢 還有兩百一十億美元的資產 所以加在一起呢 是遠遠的 超過了馬來西亞的首富 他是整個 東南亞的 真正的首富 不過賀年老先生呢 他在很早很早就已經是馬來西亞首富 大家都知道了 我覺得他真的很帥 為什麼他帥 男孩子最重要有錢的時候要低調 他低調到2012年9月 才被發現 這是我們的白毛哥 我們必須呢 非常用力的給他一個掌聲 時間到這裡已經不早了 已經到了節目的尾聲 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的問我 诶 這樣第一名是誰 對 沒有錯 今天我們的節目呢 馬來西亞十大帥哥排行榜裡面 是沒有第一名的 我本來要把我自己放第一名 我也可以 因為這個是我的節目 可是我不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仍謙虛 我有一顆謙卑的心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下一集會更精彩 今晚他的節目 正在認識的 確定 並且讓我看看